18岁被称为是最嫩的团体 他们出道不到300天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举办了第一场台湾粉丝见面会 吸引了很多粉丝一起来参加 六名桃园一走进机场 粉丝马上失控 尖叫声几乎没停过 他们下午准备搭机回韩国 让粉丝很不舍 其实他们是新人 在南韩才刚出道不到300天的新团体Boyfriend 六个人平均年龄不到18岁 被称为是最嫩的团体 舞蹈搭配可爱表情 六个大男孩的MV走清新风格 专攻年轻粉丝 还有熟女姐姐族群 Boyfriend在韩国刮起一阵旋风 也趁着韩流在台湾发烧 趁盛追击 举办台湾粉丝见面会 就吸引超过1200个人参加 甚至在离台前的最后一刻 粉丝还是依依不舍 虽然Boyfriend来台行程 短短不到三天 已经对台湾美食印象深刻 同源东旋对小笼包 更是一吃就上瘾 这回台湾洗衣光 是一场歌友会 就吸金超过256万元台币 成绩超亮眼 未来势必还有机会 和台湾粉丝见面 借林珠强 桃源报导 毛丝世鸟 听